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三保牙醫 吳醫師 保牙 保銀 保笑容 今天是2024 日2月25號 今天在台北有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全台來自北中南各地的植牙大師都來參加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是由永捷所舉辦的課程 請到這個講師非常有名 是德國人是馬爾瑞斯斯德格曼 他今天就講 茲亞的手術怎麼斑斑切開補骨頭 這樣做才是最好 大家想到德國會想到什麼 他們的車子 BMW 賓士 這麼做效果是最好 怎麼做車子最耐用 所以德國人的精神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那這個德國的講師是在補骨的部分 是要補骨的部分非常有名的 怎麼說 我們聽到補骨頭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會腫 很痛 流血 流不完 可是呢 在德國的研究來說 在馬爾斯斯德格曼的研究來說 怎麼做 第一個不會腫不會痛 不會發炎 大家都想跟吳宗憲一樣有錢 可是呢 大家都不想跟吳宗憲一樣 直完牙 腫得跟米菇一樣 所以他的方式 他在卵肚子的處理 打開來補骨頭 補進去 不會腫 不會痛 做顯微手術 把它縫起來 等待補骨 這樣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他的這個技巧來說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花一整天的時間 來聽這位枝牙大師 補骨大師 他不算枝牙大師 可是他是枝牙補骨 專門講補骨頭 就可以講一整天 而且 有些醫師甚至還跑去德國 去跟他選好幾天的課程 所以今天來這裡 來聽他的演講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所以他第一時間 促銷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第一時間已經報名了 就是為了我們的患者 像過年後回來 我們 我這禮拜 禮拜一 上到禮拜六 上了六天班 有四天都在做枝牙手術 沉蒙一些患者 對我們的信任 我們就是 年前的手術 都延到這禮拜來做 所以六天裡面 我們大概做枝牙 就要花到四天 都在做枝牙 所以 像昨天也是早上 一個case 下午一個case 都是在做枝牙的 所以我們在做枝牙部分 我們不是沒在做 因為針對缺牙的部分 還是很多患者 需要做處理 我們能做的 只能幫他把 那缺失的骨頭 把它重建起來 那當然怎麼做 不會腫不會痛 補骨頭效果又好 因為很多人補完之後 骨頭都流失了 跑光光了 灑出來了 一邊吃一邊掉 到底在吃飯 還是在吃骨粉 所以 怎樣做 效果又好 骨頭又 又不會掉 然後 補出來骨頭又好 這樣子是 德國人的精神 那我們就是來這邊 跟 名師 補骨界的名師 來做學習 又快又好 又不會腫 當然 現在器械越做越小 所以 你這個講是 所賣的器械 第一時間 我們就已經 進了兩組 兩間診所 經營精靈診所 的部分 都有在做 所以怎樣做 才是對患者 是比較好的 以前的觀念 都翻很大 回去腫得很可怕 現在是越做越小 效果越好 這樣子 對病人 才是最好 而不是每個人 都腫得跟豬頭一樣 所以慢慢的 以前的技術 跟現在的技術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要學 就學最新的 我們不敢講 所以我幾年前 五年前 十年前 上了什麼 誰的課誰的課 那個都是過去的 那個已經舊的方式了 我們學 就是學最新的 2024今年 今天的課程 最新的 大家都在做的 大家都在強調的 最新最好的課程 我們就是 有時間 就盡量這樣學習 把最新最好的技術 帶回去給承受 帶回去給病人 來做治療 這樣子對病人 是好的 所以會看到很多 廠商 這個廠商 自己帶領的課程 它上面的很多器械 是專門做 Hugh Freddy 是世界 是美國的大牌 是世界有名的 品牌 這廠商 所以它的器械 都是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器械 都是非常貴 所以 所以它的課程 你看這樣一整組 都要十幾萬 手術器械 一整組的器械 就是十幾萬 快二十萬 不要看看小小一組 事實上這些 顯微器械 都非常的貴 所以不要以為 你資料很貴 事實上這些器械更貴 而且都有使用期限 一支 有時候一支 就要三四萬 有可能用 幾十次之後 就壞掉了 所以 我們願意花投資 在這些好的設備 好的器械 讓病人不會腫 不會痛 這樣子來說 對病人才是最好的 謝謝 幫我們按讚 分享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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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山 開眼睛 開眼睛 你 你 沒有 要 不要 Tek 有 是 可以 在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